国民阿妈陈淑芳现年83岁,一举拿下第57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,女配角殊荣,演技实力不容置疑,近日她登上节目,谈及戏剧人生,回忆起自身坎坷经历,一度穷到身上只剩200元,还要养全家糊口,更曾未戏,不惜敲掉三颗牙齿,还为了全市矿坑富人,全程驼背,拍摄至今腰伤未愈,敬业精神令人敬佩。 陈淑芳透露,从小家境富裕的她是矿场千金,父亲是九分锐方矿坑的矿主,家里甚至金条比现金还多,怎料父亲离世后,母亲被骗走全部财产,让她一肩扛下养家的责任,曾经身上穷得只剩200元,还要四处借钱给继父开刀,为了生计,日以继夜奔走演戏,吃尽苦头。 节目那些年 那些歌中,陈淑芳分享,从26岁起就开始演妈妈,不嫌钱少什么角色都接,有时同时要压三部戏,整个礼拜都没回家。 尽管如此,陈淑芳依旧喜爱演戏,认为活化融入角色,才不愧对剧本与工作人员,如此专业又敬业的精神,让她深获观众喜爱,并勇夺奖项备受肯定。 陈淑芳透露,自己已有两个月没有跟朋友联络,也没有接电话,朋友都很紧张,其实是她的电话被收起来,家人不让她接,他们都觉得我很奇怪,为什么要会这样? 一直到近日,陈淑芳上了购物台的节目,才请弟媳妇把手机给她,让她跟大家报平安。 陈淑芳表示,事实上,自己还没完全复原,目前必须躺着休养,但坐着讲话,不常熬夜的工作还是会接,我要吃饭啊,都不能不赚钱啊。 至于其他工作,她表示,会先暂停不接,显而易见的是,陈淑芳已经到了高龄的年纪,但本该安享晚年的她,却选择继续工作。 她拍戏63年以来,一直秉持着敬业的态度,对演艺事业投入了极大的热忱。 有人说,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生命,在婚姻中得到爱的滋润,和在婚姻里被消耗的女人,过着截然不同的人生。 我非常后悔当初的选择,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,我一定会比现在要好很多。 这是老戏谷陈淑芳在接受采访时,说的最多的一句话。 谈及过往的婚姻,陈淑芳一脸黯然神伤地表示自己,只想安安稳稳地过完余生。 如今年纪大了,慢慢看开了,对感情也不再抱任何的期望了。 1940年,陈淑芳出生在台湾的贫民窟,在那个年代,很多人都吃不饱穿不暖,陈淑芳也不例外。 父母重男轻女认为,读纳妖多书没有用,还不如早点嫁人换彩礼。 陈淑芳并不想纳妖早就嫁人,她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,摆脱这样贫困的日子。 18岁那年,陈淑芳出落的婷婷玉丽,外形条件出众的她在朋友的劝说下,跑去试镜当演员。 陈淑芳得到了幸运女神的眷顾,成功脱颖而出,成为了一名演员,其实也是从群演做起。 因为不是科班出身,对陈淑芳来说,能被选中当群演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。 就这样,陈淑芳开始接触演戏,时常当背景板。 为了能有所突破,陈淑芳比很多演员都要努力和敬业,可惜的是,尽管勤恳敬业。 多年以来,陈淑芳依旧不温不火,只能演一些小配角,直到迈入老年时期,她才拿到金马影后。 二十岁出头的时候,陈淑芳巧合认识了一个顽固子弟,她对陈淑芳一见钟情,随即展开了猛烈的追求,陈淑芳知道她名声不好,一直和她保持着距离。 因为无法接受没有爱情的关系,向对方摊牌,可让陈淑芳万万没想到的是,顽固子弟竟然恼羞成怒,用计占有了她。 不久,陈淑芳发现自己怀孕了,万念俱灰的她想到了结束自己的生命,好在被发现救了回来。 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的陈淑芳,决定把孩子拿掉,重新开始生活。 顽固子弟的圆配找上了门,对方希望陈淑芳能把孩子生下来,并嫁过去当小妾。 当时外面传了很多流言蜚语,让陈家饱受争议,在众人的舆论以及传统思想的促使下,陈淑芳选择嫁过去。 之后,陈淑芳开始了浑浑噩噩的生活,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十几年。 随着时间的累积,陈淑芳终于爆发了,她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决定离开。 于是,陈淑芳的第一段婚姻,在维持了十几年后,彻底结束了。 陈淑芳仿佛重获新生,她后悔自己没有早点离开,更后悔嫁给失害者,如果能重新来过,她一定不会重蹈覆辙。 1980年,40岁的陈淑芳邂后了一名外国男子,风度翩翩,谈吐不凡。 两人相见恨婉相谈甚欢,很快就坠入了爱河。 相恋仅一年,两人迅速在国外结了婚,陈淑芳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。 殊不知,这竟是噩梦的开始。 结婚后,陈淑芳并没有迎来想象中的幸福生活。 丈夫要求陈淑芳不管做神妖事情都要跟她汇报,没有一点自主选择权。 陈淑芳以前的好友很久联系不上她,借着来到国外出差的机会, 到陈淑芳给的地址打算探望她,结果发现了陈淑芳被困在家里。 在好友的帮助下,陈淑芳逃了出来,回到了中国。 回到故乡中国的时候,陈淑芳已经年过六旬,她不再年轻,也不敢再相信爱情, 于是便把心思寄托在拍戏上,填补缺席多年的演员梦。 这些年来,陈淑芳一直活跃在演艺圈,她演的都是一些婆婆或者妈妈之类的角色。 据了解,陈淑芳曾在《台湾龙卷风》中饰演黄瓜阿满, 之后又在《真情满天下》扮演了性格鲜明的林曾宝珠, 在《太拿下父母心》里出演一幕,让她收获了国民最强阿妈的称号, 受到当时不少观众的欢迎。 2020年,陈淑芳更是凭借孤卫拿下了金马影后, 被称为敬业的老戏骨,可以说大气晚成,年老才成名。 如果她没有遇人不输,接连遭到两人丈夫迫害的话, 也许她会年少成名,真的很心痛,也很可惜, 她遇到了两个渣男,断送了自己一生的幸福。 如今,陈淑芳已经虽然年事已高,但仍然坚持拍戏, 因为现在的她只想安心拍戏,安稳度过余生。 在近段时间,老戏骨陈淑芳的身体状态引起了观众们的担心。 在个人社交账号上,陈淑芳说自己此前心跳骤停, 时间有十几秒钟,来到医院检查后发现是心率不齐。 这样的情况自然是引起了不少人的担忧, 不过对于这方面的事情,陈淑芳对于生死已经看淡, 但是在走的时候一定要漂亮。 对于生死看淡,或许也是因为陈淑芳在这些年来看到了身边的不少好友的离世。 对于告别仪式这一块,陈淑芳有着自己的理解, 觉得不需要办,只要在家默默地送上祝福就可以。 实际上,陈淑芳的身体在近些年来还是不太好的。 在前段时间,陈淑芳就因为心脏方面的事情做了手术。 当时医生也是建议陈淑芳可以减少一下工作量, 陈淑芳为此也是进行了修养,陈淑芳的弟弟也很担心。 为此专门将姐姐陈淑芳接到家中, 也是怕姐姐还在接触外姐, 所以陈淑芳的弟弟不让姐姐使用手机。 不过陈淑芳显然是闲不下来的, 她也透露过一段时间会重新开始工作。 2021年11月21日,83岁影后陈淑芳出席活动, 自曝至今仍在租房独居,令许多网友吃惊不已。 在活动现场,陈淑芳称虽然现在有很多工作, 但自己不会去特地计算自己损失多少, 又赚了多少钱,只要剩下的钱够用在告别式上就好。 紧接着,陈淑芳更是自曝现在仍在租房独居, 怕和孩子们住在一起打扰到他们。 即便如此,陈淑芳也从未想过买房。 陈淑芳觉得自己不知道还能活多久, 也许连十年都不够, 如果买了一套小房子死后也带不走, 干脆就不买了。 如今陈淑芳仍是截然一身, 对于她而言,租房生活或许才更加方便, 不工作的时候就在家休息, 日子潇洒十足。 虽然陈淑芳已经八十多岁了, 但她的经历和状态不输一些中年人。 现在的陈淑芳不仅能迅速背剧本, 还能连续拍十个小时不喊泪, 所以就算她一个人在外生活, 她的家人们也没有太过于担心。 其实,陈淑芳曾谈论过生死问题, 她认为这是人生的必经路, 不需要畏惧, 一定要走得漂亮, 这也能看出她淡然的心态。 不管如何, 希望陈淑芳能身体健康, 也希望她能安享晚年, 不要再过度劳累自己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